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科》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。 这脑洞真是突破到天际,车上不仅有这个异常明显的马桶,还有一卷超大的侧纸,非常的夺人眼球,用手一伸就能拿到,以后出门再也不怕上厕所没纸了。 除了这个造型奇葩之外,它使用的能源也很出乎预料,别人家的摩托车都是用油电,它使用的却是粑粑,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沼气一样,不过可不是用户自给自足,而是使用动物的粪便和生活废水,这应该是摩托车界的头一份。 不过遇到颠簸的路段,这一画面想想就有点酸爽,不过这款摩托车是头头公司用来宣传环保的,不会量产的,小伙伴们不用担心在日本的路上会遇到。